房市不景气影响最大的还是房仲业者 2014年房仲业还有6500多家 但到今年6月却只剩下5400多间 三年内就倒了上千间 拉近到县市别来看 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宜兰县有14.6% 桃园市和新北市也都少了8%以上 而台北市一年也少了55家 台中台南高雄也都减少超过4% 台湾的整体的市场观望 那真正的移转动数降得非常多 那所以未来不动产的经济业 持续会离开市场的 不过第二季浪力案出荣 像是在板桥江翠重化区 先前一平约45万 第二季也浪到40万左右 中和南市角一带同样出现四字头 新北市浪力案也让房价跌次加重 均价下滑至38.9万元 创下四年新低 而金融则再次跌破二字头 下滑到19.6万 即跌幅约2% 台北市则止跌反弹 新建案每平均价83.7万元 虽然台北市房价微幅反弹 不过回升力道仍偏弱 市场预估下半年反转机会还是不大 东森财经新闻 柳北齐游书在台北采访报道 柳北齐游书在台北采访报道